大家好,我是陳喜安 出門在外,防身觀念一定要有 今天,我就要跟你們介紹一款超級實用的APP 那就是110視訊報案APP 你們一定有人會說,這有什麼稀奇的 多說無意,讓我示範給你們看,你們就知道了 晚上下班被跟蹤,不用怕 打開視訊APP向警方回報狀況 然後切換鏡頭對象歹徒,形成嚇阻作用 之後到人多燈亮處,等待警方到達現場 看住,看到 遇到惡煞行凶,避免引起歹徒察覺或是激怒歹徒 使用視訊APP無聲報案,小聲告知警方 或是使用文字交談 之後將鏡頭對準歹徒,觀察四周環境 等待警方定位到達現場 別動,等一下 別動,等一下 遇到家暴,或者不利於電話報案的情況下 類似著使用手機及文字,向警方聯繫 遇到家暴,千萬不要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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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超商店員遇到酒醉鬧事的民眾 當超商店員遇到酒醉鬧事的民眾 不用怕 打開110視訊報案APP 將情況回報給警方 警方立刻到場 別動 別動 當外籍人士遇到困難,語言不通的時候 該怎麼辦呢 使用110視訊報案APP 遠景立刻轉接外視警察 任何語言都能獲得快速解決 110你好,請問有什麼需要警察協助的嗎 我不知道中國人 我需要幫忙 好,請留下 我可以幫你幫忙嗎 沒問題 我...我失去 你可以幫我幫忙嗎 好,請留下 以上情景,都可以使用110視訊報案APP 當然,若是您的狀況及環境允許的話 還是希望您使用電話110來報案 那麼,110視訊報案APP究竟該如何使用呢 先下載安裝 輸入手機號碼 註冊個人基本資料 資料上還可以備註您的個人特殊狀況 例如,外籍人士、身體疾病 甚至若你是家暴的受害者 或長期遭受跟蹤都可以備註在這裡 讓警方快速得知您的狀況 切記,無論是使用電話110報案 還是使用視訊報案 絕對都不能二座劇喔 現在警方雲端連線 會快速記錄您的報案資訊 不要等物常識 會飛上行則喔 會飛上行則喔 MING